王先生说的车300是一个二手车交易平台 王先生介绍 打来电话的是中介何先生 4月4号签了二手汽车帮卖合同 当时合同上注明成交价格是37600元 先支付定金2万元 合同上注明车辆过户有乙方办理 费用有甲方也就是王先生承担 中介费车辆成交价服务费9个点也由王先生承担 王先生介绍 他配合过户后 中介何先生给自己打来了违款11000元 他结果我这个车就卖了31000啊 本来是37600 少了6600 对对对 此前双方的微信对话中中介何先生说 别克车辆交易 违款17600元 过户费 违章 由甲方委托乙方处理 费用由甲方支付 共计6600元 于11000 需支付给甲方 甲方确认后转钱 收到钱后 双方不得有任何经济纠纷 交易完成 当时王先生接收了对方11000元的转账 37600乘以9点是3384 是不是 对不对 嗯 哪呢 再加2000 2000的 2000的接收费是吧 对 再加1000的雇物费是6000多毛 6384毛 再减之17600 按照中介何先生的算法 为款17600元 减去3384的车辆成交服务费 再减去2000元的介绍费 和1000元的过户费 中介何先生应该转给王先生 11216元为款 但对方只转了11000元 少了216元 目前王先生再仔细研究这份合同 发现所谓的成交服务费 介绍费和过户费 涉嫌重复收费 而且合同中所谓的介绍费和过户费 也没有写清楚具体金额 至于交通违法记录 王先生说 卖车之前自己已经处理掉了 我是1828环境的记者 当时你要收那个什么介绍费啊 什么服务费 有没有事先跟他讲清楚 听他说清清楚楚 轻易防占他了 他说少了他 6000 对方挂掉的电话 再打过去就不接了 记者联系上了车300平台的客服 我们这边是车300 但是平台是信息展示 本身不收车不卖车 不收车不卖车 对对对 我们是只做第一展示 就是说有用户 但平台可以发布自己的卖车信息 我们给你展示 因为其他用户 可能就是说 在当平台看到了用户 展示了卖车信息 然后联系这个用户 你们双方联系上之后 我就自己 线下约着看车 检测 这个交易的 但是平台本身 他是不参与你们买卖交易 也不会说 去有人联系你啊 问你是不是要卖车呀 要不要买车 这个是没有的 王先生介绍 当时中介和先生 跟自己约在嘉兴海宁 协桥镇大竹园附近交车 记者注意到 交车的这条路叫重楼县 交车点这里 有一个卖枇杷的摊位 而且这里刚好是 同乡和海宁的交界处 有一块借牌 交界就在这个位置 这里 对对对 在前面好像就借杯了嘛 应该是吧 我问一下这个是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师傅问你一下 这里啊 是属于 同乡还是海宁 海宁 海宁那边呢 那边同乡 确定了交车地点 属于海宁 协桥镇后 记者陪王先生 赶到了协桥派出所 所里分析了 那份合同后 认为属于经济纠纷 建议王先生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后来 王先生反馈 他再次联系了 中介和先生 经过协商 对方主动退还了 2400块钱 他接受了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多顺 laquelle 帮助 请自听 鉄道 葬 御 御 St 御 御